花莲女中、花莲高中一年一度的联合孝庆音乐会 因疫情的影响首度仪式户外举办 在本县杰出的表演团队 生子乐籍艺术总监林希哲的率领下 周末在花莲文创园区绿音广场 举办109年度音乐会曲终咒哑 透过音符为全球疫情祈福 现场也吸引到民众足足欣赏 花莲女中、花莲高中一年一度的联合孝庆音乐会 近10年第一次户外演出 原本预计5月6号举办 但因为疫情影响 3月下旬决定暂停 直到清明廉假后疫情有效控制 决定改成户外演出 生子乐籍艺术总监林希哲表示 雪丁在花莲文创园区除了临近生子乐籍 乐器在运调度方便 且每逢周末假日午后都有大批人潮聚集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们失望 应该给他一个舞台 所以就决定筹划一场 我们户外的管月音乐乐会 就像希特老师刚刚说的 这可能是一个创举 在花莲似乎没有看到 那我刚刚也说过 在不同场域表现的时候 他们不是不太一样 但是再怎么说我就是感谢希特老师 他克服了很多的难度 把孩子带得这么好 我想这一次音乐会能够顺利 RG手工 那当我们孩子的表现 我非常欣赏 就是他的很能量 我们这一次演出一动有54位的管月 包括管月跟打击动有54位 那另外有花岗国中几乐团有9位学生 所以加起来大概60几个 我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其实也蛮蛮坦克的 我们很怕天气的因素 但是我们就决定还是出来演好 那活动这个地方 也让花莲的民众 有这么多这么久没有英文活动 演艺厅去年忍修 大家都闷在家里好久了 没有像样的英文活动 可以欣赏给看 那我们就来之外 然后在这个很舒服的场地 有非常美的建筑 地方会大家演出一些经典的管月作品 这是我们想要用好音乐来分享我们这一队这块主题的爱 也用好音乐来祝福台湾跟全世界的疫情能够得到此外 母亲节的周末天空作美 吸引许多师生和家长前来观赏 除了花莲高中、花莲女中两校的管月团 还有生子乐籍青年管月团、花岗国中籍乐团加入阵容 共计60多人同台演出 不同于室内演出 室外环境相对有难度 学生们各个卖力演奏 上下半场带来近十首曲目 期盼用音符稳定人心为疫情祈福 记得长方言华莲师报导